來馬來西亞巴珠巴霞的歲末祝福 志工演繹父母恩仲南報金 提醒大家行善盡效要及時 籌備了一年 父母恩仲南報金音樂首語劇 終於順利搬上舞臺 這是馬來西亞巴珠巴霞 今年歲末祝福會上的重頭戲 志工從三個月前就開始用心排練 接續無量益金的演繹 志工王書輝這次還是扮演 盼望孩子歸來的老父 兩次演繹經驗的累積 讓他對於孝道也有更深的體會 通過這個演繹來告訴大家 父母親都是對我們人生中的 每一個起點都起著很重要的結色 雖然他不在他們的精神 永遠都在我們的心裡 他們演的你看得懂的 兒子欺負爸爸媽媽 那你講你長大了你可以這樣做嗎 可以 那我們要怎麼做 我要愛爸爸媽媽 其實這部音樂首語劇 早在半年前就要在巴珠巴霞公演 不過因為場地問題 才延到歲末祝福會上場線 志工希望透過演繹 呼籲大家行善行笑要及時 那我們命去做無限的事情 這樣子我們才真正的讓我們的這個生命發揮 也能夠讓父母親給予我們這個生命 不會只是白白的用在自常的生活中 這些事情不能等的就是不要笑啦善啦這些 很多時候一過去就要你要做都不能做 父母親在的時候不懂得去孝敬他們 反而不在的你會覺得好像少了一些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是讓我感觸到滿深刻的 知恩 報恩 流傳久遠的笑到經典 亘古不變的道理